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今天继续讲法式规矩种的第六意识 上次讲了这个意识 就是意识的重 上次讲意识就是有在同五眼耳鼻舌身 这五识任何一识同时现起的时候 就叫做五驱意识 如果它没有五识任何一个识一起起的 单单独独这个意识起的时候 就叫做独头意识 独头意识之中 又分开是几种的 就是我上次在第七识 那里有提到的意识 但是现在我所讲的就是讲这个 一个识文 那识文就是讲这个 三性三量通三境 三界隆时二可知 相应深所五十一 善恶临时别配知 你们在港语里有这个识文 是否看到这个识文 不过我今天讲完这个意识 五驱意识和独头意识之后 我上一次也有讲到意识的境 你们个个都知道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 意就讲这个意 那如果六景是讲什么呢 色声香味触法 是讲这个法 眼是对色 耳是听声 鼻是臭香 舌是尚鼻 身是觉畜 这个意就是对这个法 但是 很多的人 都不知道 这个法 是讲什么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法 就不是说 说这个 佛法的法 也不是说法律的法 也不是说 这个 也不是说 这个法术的法 这个法字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 眼耳鼻舌身 对色声香味触 就懂得听 但是意识对这个法字 就很少人明白 很少人明白 其实上次我都说过 意识是内境 是心里面的意境 所以他所对的法尘 是分开这五样 是哪五样呢 就是眼色 远到看不见的 假想到最远的色 就是叫做极炳色 就是叫做极炳色 眼色看不见 最微细的 你假想他有最微细的东西 这个就是极略色 有时候 你修定的时候 你灌想的东西 就是定所言识 你受戒 或者打龟衣 那时候 你那种的誓言 你那种的诺言 那样你说龟衣 或者是受戒能持否 这个令你有深刻的印象 这个印象就叫做仇所认识 如果有时候五驱意识 对有境 或者独头意识 对无境那时候 意识自喜的心象 有种的执着 有种分别的 就叫做编计所执色 这个就是意识所对的境 说完意识 和意识所对的境之后 我们现在解释这个纵文 这个纵文是什么呢? 这个纵文就是 所谓三性三两通三境 三界律时二可知 相应深所五十一 善恶临时别配知 这个三性 这个性字就是道德的属性 意识 道德的属性是什么呢? 是善恶临时别配知 还是无忌性? 因为意识的范围是很广 所以 又通善又通恶 又可以通无忌 三量就是现量比量和非量 现量比量和非量 刚才我也说过 就是什么呢? 就是燃量 原因是什么? 是燃量 燃量 道理是由自己的智慧来误到的。 如果你体验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这个是正理,是真的有这个道理的, 是用智慧来体验的。 这个是现量境,即是你开误的时候, 这个是现量境。 或者你是用五区意识来看世俗的境。 这个圣境是有体形的。 圣义圣境,这个圣字是说理性。 世俗圣境这个圣字是说体性,即是有形体。 如果说这个道理, 它没有形体也好, 它也叫做有体验的也叫做现量境。 你用智慧去明白道理的时候, 也是现量境。 你用五区意识来看有形有相的物件的时候, 这个也叫做圣境。 这个是用这个色来分别的。 如果直接能够见到的, 叫做现量。 好像现在我看到你们这么多人, 是我的五区意识直接看到你们的。 这个是现量, 现前真的看到的。 什么叫做量呢? 这个量字就是意识的认识方式。 用什么方式去认识呢? 现在这个现量就是用现前见到的方式来认识的。 这个叫做现量。 这个量字不是大量、小量的量, 而是它认识那种方式。 第二就是比量。 比量不是在现前看到的。 不过是一种推理, 是一种推论, 是一种比较。 譬如你听见楼上有些声音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人在上面了。 如果你听见楼梯响, 你就知道有人上落了。 这里就是用比较推测来知道的。 以这个比较的方式来认识的, 这个叫做比量。 第三就是非量。 这种认识是颠倒错误的分别。 比如好像晚上你见到一条蛇, 你又说是蛇。 待会你有非蚊症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拨前面, 以为有东西飞过。 其实就是自己的眼睛有非蚊症。 这些是什么呢? 没有蚊飞过, 以为是有蚊。 没有蛇, 你以为有蛇。 这些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认识就是非量。 其实这个意识是在三量之中, 有现量、有比量、有非量。 三量都有。 所以说三性三量都通。 三性三量通三境。 三境是什么呢? 我在第七识讲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第七识那里, 已经又说过三境。 第一,就是说圣境。 刚才我说的圣义圣境, 这个圣字是说道理的, 是最殊性的那种理、道理。 是在有觉悟修定, 有觉悟那时候, 那种开悟的境界。 这个就是圣义圣境。 什么叫做世俗圣境呢? 由五驱意识在形象上直觉得到的。 或者在定中那里, 如果那些有神通那些, 或者你未有神通之前, 修指观那时候所观想的境界, 这些都是属于世俗的圣境。 这些所谓圣境、 独影境、大侧境那些, 都是佛教里面的术语。 我们再分析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解释。 不过, 你一揭开这个经典里面, 说圣境、独影境、三景, 你就知道它是说什么。 第二, 就是说独影境。 你一看, 看不到独影的, 没有五驱意识来帮忙, 没有五驱意识来帮忙。 自己起的心中的影像, 这个叫做独影境。 这个独影境之中, 是有些叫做有质独影。 有质独影, 就是你自己想想, 我有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好吗? 我想买, 买不买? 这件衣服合不合我? 它独影之中, 不是看到, 而是想到。 但是, 实在是有这个三的。 这个就是意识所缘, 那叫做有质独影。 没有事物现前, 而心自己起了影像, 而这些影像是世间有的。 这叫做有质独影。 怎样叫做无质独影呢? 你想想, 假如那只龟有毛的, 那是什么样子呢? 假如那只套有角的, 有什么样子呢? 世间上, 根本上没有龟毛, 根本上没有套角。 但是你的意识, 虚构了, 这种影像是虚无缥缥的。 第三, 就是大质境。 大质境有那样东西, 不过你借那样东西来自己起一个心象的。 这个叫做大质。 由有这个本质而带起影像的, 所以叫做大质。 但是大质之中又有两种。 一种叫做真大质。 真大质就是以心观心的。 譬如好像第七色, 就在观察第八色的功能。 能持种子, 能持种子,能引根, 能现气界这些功能。 他自己借这个功能, 就建立一个我的影像。 这种就叫做真大质。 以心圆心, 以第七色来到观察第八色的功能。 这个叫做真大质。 如果第六色, 在第八色的种子, 这个质那里, 来找尋印象, 亦都是以心观心。 即是第六色和第八色有一种的关系。 那个时候, 借他的印象, 来到自己又起一个心象的。 这个叫做真大质。 因为是以心来去观察这个心。 第二, 就叫做似大质。 似大质, 以这个心来读上色刮的。 色的, 即是有外境的。 以心观心, 就是内境。 以心观色, 就是外境。 这个外境就是, 譬如你看到一样东西。 由你看到之中, 你自己去添加一种形象的。 不是真是那个版本, 因为你借这个色的本质。 你自己就添加一个深的影像, 带这个影像出来的。 这个叫做似大质。 以心来观色的。 令到这个独头意识, 起一个深象的。 就叫似大质。 上次我大约略略也有讲过这三个境。 不过, 今次这个意识, 因为通三境, 我再大约解释一下。 上次说第七色, 为什么是说这个大质。 但是第六色, 就说三境, 它也通的。 所谓三性三量通三境。 现在就说三界轮时二可知。 三界轮时二可知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就是为什么会影响到第六意识是有三界轮回的呢? 我们就要再次来说第六意识是有三界轮时二可知。 。 刚才我们就说了三性三量通三境。 在我的讲义里也有解释过三境。 二色和五色俱起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现量与世俗的圣境? 定中所见的就是现量与圣义的圣境。 就说了现量与圣境。 在意识通圆各心所发的时候, 可用比量与真大质境。 刚才我说过以心圆心是真大质。 对不对? 五区以色起的时候, 托外景本质至起心像的是以心圆色。 这个就像大质。 这是用什么呢? 就是属比量去圆境。 如果所起的心像和本质的圆境是不对的, 而是有颠倒的见解的, 这个就叫做飞量。 飞量即是和本质的圆境都不对的, 是一种颠倒分别的, 属于飞量。 当散伪读头意识, 原读影境的时候, 起正解的就是比量。 起邪谋解的就是飞量。 所以就通比量和飞量。 解了三性三量,通三景。 现在就解释三界轮时而可知。 三界轮时而可知就是说, 我们的人在三界之中轮回的时候, 都是因为有第六意识。 为什么由第六意识令到我们在三界轮轮呢? 如果我们的意识通善, 如果他的动机是善的, 所做出来的事当然是善。 如果他意识的动机是不好的, 做出来的事就恶。 如果他是善业的, 当然就是上升。 这个三界之中, 那个上界。 做欲界之中, 亦都会去到人天界。 但是如果他是恶的, 他的动机是恶的, 他会在做出来的就是恶业。 如果是恶业, 他就会令到在三界轮回的时候, 他会堕落在欲界中的恶趣。 无忌性, 如果这个意识, 他所作所为, 是无分善, 或者无分恶, 亦无所为善, 亦无所为恶, 亦不受恶业的影响。 如果他的作业是有善、恶, 而支配了轮回的, 这就是意识的作用。 所以意识的作用可以令到别人在三界轮回。 相应心所五十一, 善、恶临时, 别配之。 相应的心所, 我在七色的时候, 已经有说过五十一心所。 在这里, 我五十一心所, 我又不会再次来解释, 不过你们就可以来看那些讲义。 如果我不再次逐个逐个解释, 你们会记得, 在那个字面上, 你都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五片行, 作意促、愁、诚、诚、诗。 八个色都是有五片行的心所, 偏一切色的。 五别境就是, 各个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而起的。 欲、性、解、念、定、惠。 例如, 你有希望的时候, 你就有个欲。 你没有希望的时候, 你不会起这个欲。 你有定的时候, 你就会专注一境。 如果你没有定的时候, 你就不会起这个定。 别境就是, 个别情况之下而起的, 有五种。 善十一的, 你知道就是, 信, 精进, 惭愧, 无贪, 无亲, 无痴, 轻安, 不放日, 行舍不害。 你看到字面上, 你也会明白的。 不过, 我告诉你, 有偏行, 有别境, 有十一种的善法。 还有六根本烦恼。 六根本烦恼就是, 贪、 真、痴、 慢、 疑、 不正见。 这就是六种根本烦恼。 我们有烦恼是不离这六种根本的。 譬如, 你有不开心的时候, 你自己问自己。 为什么我不开心? 是因为我求不得, 他贪, 还是是恨人, 令到我不开心? 还是我不了解因果的道理不开心? 还是我有这个我慢, 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 不开心? 还是有怀疑别人不开心? 还是有不正见不开心? 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由这六种引起的。 所以如果你有不开心有烦恼的时候, 你自己问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根本烦恼引起的。 你就知道我有的烦恼都是由这六种令到我们有烦恼的。 不止这六种, 还跟着有十种小徐烦恼。 一个人为什么会愤怒, 恨恨, 老, 老, 疾, 省, 说大话, 闲味, 害人, 骄傲, 这些是跟着六种烦恼起的。 还有两种中徐烦恼, 就是无惭无愧。 有八种大徐烦恼, 是由不信蟹态放日, 分层, 调举, 失恋, 散乱, 不静之。 这里有二十种徐烦恼, 里面的大徐烦恼。 还有四种不定法。 这个不定法可能是善, 也可能是恶, 这就是不定的。 譬如, 你悔恨, 你悔恨可能是善, 你做错事, 你忏悔, 这个是善。 你做了善事, 你报私, 你后悔, 这个就是不好。 所以, 悔也有善有恶, 睡眠也是, 应该相信的时候, 你就不睡。 如果不应该睡, 听经的时候, 你就黑眼睡, 这就是不好。 但是, 一个人, 晚上才有充足的睡眠, 才有精神的, 这种睡眠就是对的。 所以, 悔眠, 尋致就是说思考的。 你如果思考得对的, 審计那些好事的, 就好。 審计那些不好事的, 就不好。 所以, 不定法, 就是不定是善, 不定是恶的。 这五十一心所之中, 这个五十一心所发, 不是同时而起的呢? 这个五十一心所发, 不是同时而起的, 是什么呢? 善恶临时别配之。 这样就是说, 你可以是善, 可以是恶的。 善恶临时别配之。 这个呢? 说了五十一心所发之后, 你五十一心所没有说一起起的, 起善就不会起恶, 起恶临时不会起善。 不过, 你看一下, 现在你的意识是善的, 动机是善, 你就起善心所。 意识是动机是恶的, 你就起恶心所。 所谓善恶临时别配之。 它可以有起这五十一, 不过, 不是一起起的。 这里就说了, 五识意识, 为什么呢? 第二首还问了, 政界受三行转逆, 跟随顺等种相连, 动身法与独为罪, 引满能招业力牵。 这句又是讲意识的, 是第二首的诵文。 这个性的, 即是, 既然这个意识是通三性的。 通三性的, 即是善性、恶性、无忌性。 如果这个意识有时候是善, 有时候是恶, 有时候是恶, 有时候是无忌的, 所谓三性行转逆, 在善、恶之中, 不停地转变。 一时又这样, 一时又这样。 戒, 因为你善的性, 和恶的性, 会令你有善业、 有恶业。 所以人的受生于轮回三界之中, 亦都行转逆。 善多的便去生天上, 恶多的便度下聚, 所以亦都是轮回不停的。 因为三性的缘故, 所以人轮回三界是不停的。 因为在三界不停的缘故, 他那个受亦都不停。 受是什么呢? 受有五种。 苦受、乐受、忧受、喜受、写受, 有五种受。 第七色和第八色, 只有写受。 又没有苦、又没有乐、 又没有忧、又没有喜。 因为这些, 苦和乐, 排在心里面, 没有淫于爱。 第七色和第八色, 没有分别的。 所以没有苦、乐、又喜, 唯有石。 前五色, 有苦、乐、二仇。 为什么呢? 他苦和乐是表现出来的。 他就走苦、乐、二仇。 第六意识, 通句五仇。 苦、乐、忧、喜、舍, 五仇都有。 譬如你可意识的动机, 是善恶、无忌三性。 刚才已经说了。 为什么意识在五仇之中是有不停的呢? 因为他常在三界不同, 各九地中循环受生。 所以心的感受也有五仇不同。 你一生在上界的, 有写、有乐、有喜。 相在下界的, 有忧和有苦。 故此说, 因为第六色, 三性行转易。 三界亦都行转易。 五仇亦都行转易。 因为善恶行转易的缘故, 根除顺等种相联。 他如果有恶动机的时候, 他与谁相联呢? 与根本烦恼相联。 这个根就是六种根本烦恼相联。 又与二十种除烦恼相联。 如果是恶的时候, 就与六根本烦恼, 与二十除烦恼相联。 如果是善的时候, 他与信、十善相联。 刚才为什么我会再次提五十一心所呢? 因为如果我刚才提过, 再说到根, 你就知道六种根本烦恼。 再说除, 你就知道二十除烦恼。 再说的相联, 你就知道十一种善业。 那种善业。 等于五仙行、五秘境和不定, 这些不极端可善可恶的五十一心所。 總是有連大關係。 現在說動身法與獨為罪, 引悶能招業力軒。 現在說為何動身法與獨為罪, 為何會有隱孽、滿孽這件事出現呢? 意識是通第八色的。 剛才我講過, 因為意識, 他一看到有些東西, 或者想五區意識起的時候, 他看到人也好,看到物也好, 他立刻就在第八色的種子庫裡搜尋的印象, 我又沒有記憶,又沒有印象, 然後他有記憶。 如果學過的,再次有印象, 他會熟習。 如果你是熟習之後, 就有知識。 如果那種動作是有熟習的, 就有一種性格。 如果那種性格是習慣了的, 有些習氣就成為有氣質。 一個人有思想和沒有思想, 就看看他的知識, 看看他的學習, 看看他的記憶力好不好, 看看他的性格和他的氣質好不好。 這些全部都是憑意識和第八色的關係, 他的印象。 哪一種印象多,哪一種印象少, 是有關係的。 第六意識和第八色。 你們現在也是。 你們現在在聽經, 你隨便聽經, 你要看字。 你聽我說, 一頭聽我說, 你一頭聽我說。 如果我一說, 三聖、三梁、通、三景, 你就馬上想起, 你講過三景也講過, 三梁也講過, 三聖也講過, 三聖也講過, 你就會有記憶。 聽完一次, 又一次, 為什麼你這麼熟悉呢? 學習。 還有, 別人問起來, 你知不知道? 你知, 這些是什麼? 知識。 如果有人問你, 什麼叫三聖? 什麼叫三梁? 什麼叫三景? 你告訴別人, 這些是知識。 這些是學習的。 譬如一個人的性格, 是怎麼來的呢? 性格的就是, 一種行為, 就不是叫做性格。 多次的行為, 就變成性格。 譬如一個人習慣按起床的, 一次按起床不算是按起床, 每天都按起床的, 這個人的性格就是貪睡這個性格。 譬如有些人是餵食的, 暫時看到食物, 不是性格。 但是一看到食物, 就很流口水, 很想吃, 這種是性格。 一者, 就不是叫做性格。 宅以為常的, 就叫做性格。 什麼叫做氣質? 這個氣質就是宅氣。 這個宅氣, 就像剛才我說的, 一次的分集就不同, 兩次的分集就不同。 有些人是慣常, 是喜歡靜的, 是慣常, 是喜歡文藝那方面的, 文學那方面的, 他習慣了, 成為他自己的品質之一。 集氣而成為他的質素, 這叫做氣質。 這些是關於什麼呢? 都是印象的累積。 所以, 人的學習、 知識、 性格、 氣質, 有思想和沒有思想的, 都是與第八色有關係。 都是第六意識與第八色有關係。 第六意識與第七色有關係。 第七色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我們這個第六意識有了這個印象之後, 它很可能是經過這個第七色來審思的。 因為第七色行審思糧。 第六意識有什麼印象呢? 就由第七色去審思糧。 譬如, 他一見見到一件事, 見到那件事, 他說, 我喜歡, 見到那件事好像合我意。 立即經第七色, 經第七色, 我喜歡, 他便想得。 如果第七色不喜歡, 他便想他消失了。 那似乎, 一個人這個第六意識, 那個人的第六意識, 如果他審查的事, 經過第七色有自我編思, 來計較得失的, 這個人很有自我觀念。 由自我觀念有種種動機和傾向, 令到第七色傾向和動機劃善和惡。 他那種善惡的傾向, 是由哪裡來發動的呢? 他是經前五色來發動的。 前五色的, 作善、作惡、 口洩, 都是身和口來做的。 故此, 我們打人不是手的角, 是心的意識主動去打人。 那個口罵人, 不是口的角, 是意識主動的口罵人。 所以主動者是意識, 不過前五色是被他操縱。 如果我們所作的業, 身作的業, 口作的業, 與善相應的就是作善業, 與惡的動機相應的就是作惡業。 無論作善業也好, 作惡業也好, 他都會引起這個果佈。 這個就是能引起這個果佈。 現在我們又說了, 果佈有兩種的果佈。 一種就叫做總佈。 總佈就好像什麼呢? 譬如我們現在說一個人, 你有善和有惡, 你那個第八色裡面的種子, 是有善和有惡的。 如果有善和有惡, 就不可以不是上天的, 因為你有惡業。 你有善業, 就不會做地獄惡鬼畜生, 那就是做人。 這個就是總佈體, 就是做了人。 但是人之中也有不同的。 你的善, 你的善是很多的, 做了很多好的善業。 你的善業是多的。 和這邊有些人, 雖然有善有惡, 但是他的善業是很輕微的, 他的惡是很重的。 這邊的善業是很重的, 雖然大家都有善業和惡業, 但是大家都做人。 好,這邊的惡業很重的, 他做人去到那些地方都多災多難。 那些善業多的人, 他做人都去到那些福地, 是好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災劫的地方。 所以說, 和人不同命。 而和做人之中, 你這幫人去到好的地方。 所以說, 福人就住福地。 那些罪惡深重的人, 就去到那些不好的地方。 和做人, 為何有些人去到那些多冰多、 多難、 那些死亡、 那些戰鬥那些地方。 餓死很多, 很索馬利那些人, 餓死那些人。 雷利亞那些人, 是九冰火、 利比亞那些人, 又這麼小。 大家都是人。 為何他去到那些地方, 是這麼壞的呢? 而有些地方, 是很和平、 太平、 是很福地的。 大家都是做貢業, 都是有善業、 有惡業, 大家都做了人。 在不同的地方。 同一個地方都有。 大家都同在福地裏。 為何有些人這麼多病, 有些人又沒有病, 有些人又這麼健康, 有些人又不健康呢? 又分開了, 去到那些是各別的業。 總告的就是大家都做人。 這就是由業引生到去哪些地方。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緣分, 各人有各人的恩怨, 各人有各人所積的福是不同。 以及在一個福的地方, 但是有些又多病, 有些又沒有病, 有些是享受, 有些又不享受。 有些人緣好, 有些人緣差, 有些很多人貴人, 有很多小人。 這些是什麼呢? 各別引果。 這些就叫做別佈。 別佈就叫做滿業。 你們記得, 引業就是共業, 引到去同一個地方, 同一類人形。 但是別佈, 各別各別的遭遇是不同。 因為滿業的就是令到填滿你那種的果佈。 例如別人畫圖畫也好, 畫一個輪角出來, 這就是總佈。 但是各別的顏色是不同的, 這就是別佈。 現在這個意識, 作那些善業、 惡業, 有輕有重。 因為它是動身法語的, 是它主使的。 所以它的業力是有引業, 也有滿業, 來牽引總果佈和別佈。 這就是講意識能夠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五色能夠令到有總佈有別佈。 故此說, 動身法語獨為罪, 引、滿、能、招、業、力、牽。 這個引業和滿業就招引了那些不同的果佈。 現在我就再用普通這個來講。 所謂現時, 這個名詞不是用術語來講一下這個意識和活動的過程。 這個不是在這個術語裡講的。 即是我們這個八色規矩還和現在講這個心理有什麼的相通點。 現在我就講這個意識的動態的歷程。 我們的人現在講意識。 我們的意識怎麼來運用呢? 它的動態是怎樣的呢? 第一,就是認識。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認識。 認人,或者認一件物件,或者認一件事。 我們怎樣看一個人, 怎樣看一個物件, 怎樣看一件事。 我們認識也好, 見人,見物件也好, 當然是先從眼、耳、鼻、舌身來認識。 因為如果你想聞一下這些什麼香, 你就要靠鼻子。 如果你聽聽這些什麼聲音, 你靠耳, 你看看這個什麼樣子, 這個什麼人, 你靠眼。 你的眼睛, 或者你摸一下這些鞋, 不鞋, 滑不滑, 你們靠身去角觸。 這些就是靠五驅意識, 就跟這個對象接觸。 一接觸之後, 這就是第六意識和五驅意識的接觸。 一旦有接觸, 第六意識, 它沒什麼, 它自己馬上去第八識找印象。 有沒有印象呢? 如果本來沒有印象, 這個叫做新的印象, 不相識。 譬如, 現在我看到這個人, 我立刻就看到一個人, 我立刻就在第八識裡面搜尋印象。 有沒有印象呢? 有印象, 這個我認識的。 沒有印象, 這個是不相識, 無論人好, 物好, 一件事好, 是陌生的, 即是不相識, 沒有印象。 如果是相熟的, 就有印象。 如果在第八識裡面, 早有印象的, 就是本來有印象的, 這個可以叫做形式, 相識。 不過在印象之中, 也有深印象, 有淺印象。 淺印象的, 很快就不記得。 深印象的, 一看到就認得。 這個就是, 說第六識, 認識之初步, 第一步。 第二步, 他認識了之後, 就要想一下。 譬如一見到, 今天聽到的東西, 今天有新印象, 未曾聽過的, 有印象, 要思維。 第二步, 除了認識之外, 就要思維。 這個思維就是什麼呢? 觀金而鑑鼓, 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要想一下以前有沒有學過。 所謂思前想後, 這種是什麼呢? 有觀察力, 有想像力, 有聯想力, 有分析力。 這些就是, 在那個第六意識裏面。 你不是說, 認識了就算的。 你認識了這個人也好, 認識這件物件也好, 或者是遭遇了這件事也好。 那接著呢, 你就有觀察力, 有想像力, 觀察力, 就來看看。 譬如這個人, 你看到這個人, 究竟是好人, 別人不好人, 就觀察了。 想像力, 你就有想像力, 哇, 這個人是怎樣的呢? 他會怎樣的呢? 他這樣的動作, 他會怎樣的呢? 聯想力了。 那個人, 那時候我見到一個人, 他一有這樣的表情, 就會這樣了, 他就會聯想到, 由那個人的印象, 這些是什麼呢? 屬於分析力, 分析一下這個人, 究竟是好人, 還是不好人, 是善人, 還是惡人。 這件事, 譬如對一件物件, 這件事有用還是沒有用, 就要分析了。 如果對事的話, 這件事應該做不應該做, 又去思維了。 這樣呢? 因為你的思維的力量, 就會加深你的印象, 所以就有所謂記憶、 學習、策劃, 這些都是第六意識那種思維的力量。 為什麼會有觀金, 又要考古, 又要思維, 又要分析呢?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獨求意識, 和第八意識所持印象的聯絡。 我們為什麼要說第六意識呢? 就是第六意識, 獨求意識一起的時候, 他和第八意識的印象有聯絡。 初時就是很淺的印象, 經過思維、 經過考察、經過分析, 再進入印象, 印象就不同了。 這就是思維的力量, 影響第八意識的種子, 影響第八意識的印象。 到感受了。 感受的是什麼呢? 對於這個人, 對於這件物件, 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感覺呢? 有什麼感覺呢? 這種感覺就是由第六意識, 經過第七意識, 我那種過濾。 由你想到這件事, 你一定要想想。 看到這個人, 你喜歡不喜歡, 立即想想, 一對合我的意, 你很開心。 看到這個人, 你歡喜, 你就開心。 很接觸。 因為信我的意, 信這個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認為, 合我意的, 你開心。 為什麼你看到一個人很開心? 你覺得第七意識告訴你, 合我意, 合我緣。 他就開心。 對嗎? 但是如果第六意識看到那個人, 經過第七意識的審查, 不合我的意, 他就覺得有抗拒, 不接受。 這就是感受。 又經過第七意識的, 又有感受。 所以, 意識在認識的歷程中, 一定要經過第七意識的我執的審查, 來判斷, 而去認識。 那你第六意識, 見了這個人, 見了這件事, 見了這件物件之後, 你經過第七意識的審查, 又經過第八意識的印象之後, 你有什麼反應呢? 就有情緒的反應。 所謂情緒的就是, 苦、樂、 這個情緒。 這個, 我開心, 我喜歡、不喜歡。 那些。 為什麼有這個情緒呢? 對順我意的那些, 經過第七意識, 認為順我意的, 所謂如意, 合我心的, 喜。 情緒裏面有喜、 勞、哀、樂、 這七種情緒。 如果順我意的, 我就很開心。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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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面都出來。 樂呢? 樂呢? 心裏面暗字, 來到去, 就叫做樂。 愛呢? 然後呢? 就想佔有。 故此, 你人的情緒, 有這個喜、 有樂、 有愛。 你喜的, 就表面上表出來。 我喜歡。 樂的, 好啊好啊好啊, 不表面出來。 愛的, 我想佔有。 我喜歡。 我佔有。 這些是情緒。 如果第七色的反應, 認為亦我意的, 不如意。 你說不如意。 如果有不如意的, 你就吐。 吐氣, 又怒。 若果你生氣的時候, 就有火爆的行動表現出來了。 愛, 不喜歡的, 刺激的。 心痛, 我心很痛, 那你有些什麼來表達。 烏, 很討厭的。 不喜歡的東西, 就想它消失了。 所以, 人呢, 又有這個怒, 有愛, 有烏, 有懼, 有懼。 如果你害怕, 你會逃避。 你害怕那個地方, 你就不會去。 你害怕那個人, 你就不會去見他。 你害怕那個物件, 你就不會接近他。 所以, 人的情緒就是有這樣的傾向, 有這樣的動機。 這個就是情緒。 情緒就是意識。 意識受了第七色我見的影響, 自己起了心象。 譬如, 如果意識只是告訴你, 我不喜歡, 他這個第六意識就立即有一個心象。 所以, 有些人說, 情人眼淚出西絲。 那個第七色告訴他, 我喜歡, 第六意識就立即說, 這個好人, 令我很開心的人, 情人眼淚出西絲。 但如果第七色告訴他, 這個我不喜歡的人, 對著這個人, 無論他是西絲那麼漂亮, 西絲都變成了東絲。 所以, 一個人, 第七色, 如果他的我執是重要的, 第六意識會影響到他那個心象, 那個自喜的心象。 究竟這個人是西絲, 還是東絲呢? 就看看你, 那個第七色喜歡還是不喜歡。 第七色認為順我意的, 東絲變成西絲。 如果你第七色喜歡, 東絲變成西絲。 這個就是心象。 第二, 意識有了情緒之後, 他有意志, 他要發動。 經情緒的主動, 他有主義。 第五步就是意志, 有主義。 善的主義, 便與十善相應。 惡的主義, 便與煩惱相應。 如果沒有所謂善, 沒有所謂惡的, 便與無忌相應。 因此, 第六意識可能就是善業、 惡業的主動者。 為何第六意識有這麼大的能力, 能夠引滿能招業力? 因為他經過這些過程, 由這一種的過程, 令到他第六意識發動了這個行動, 發動了這個語言, 所以便有這種熱力作出來了。 那裏有些圖片, 你可以看到的。 你們如果那個 港議員沒有這麼多圖片, 你可以看到那裏。 這一個圖片已經派了給你。 這個就是第七色, 這個就是第八色, 這個就是前五色。 這就是關係的情況。 第八色, 你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能持種子,能引根深,能燃氣界。 因為它能夠引根深的緣故, 所以就有這個人的五根。 又有五根的緣故, 所以它要有地方給這個根深來居住的, 有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之好不好, 它住的地方好不好, 和它那個身體是有關係的。 剛才我說過, 人的善的業多的, 它有好的根深, 或者去到好的世界。 如果它的惡業多的, 它有不好的根深, 有不好的氣界。 這個就是第八色, 和這個五色的關係。 因為有五根, 有五頸, 然後有這個前五色。 和這個說的第七色, 就是因為第八色, 那個能持種子, 能引根深,能燃氣界的緣故, 所以起有這個第七色, 執為我有這個我執。 第六色, 第八色, 第七色, 第五色, 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第七色, 第六色, 和這個第八色的關係, 當然先說這個第六意識的五區意識。 先說這個第六意識, 就是五區意識, 和有獨頭意識。 五區意識, 和這個前五色是有關係的。 這裏就說第六意識, 和五色的關係。 然後, 第六意識, 又有夢中的獨頭, 又有定中的獨頭, 又有散慰的獨頭。 這些獨頭意識, 和第七色, 和第八色都有關係。 為何這個第六色, 和第八色有關係呢? 因為它和五區意識一接觸之後, 它要看看有沒有印象。 它立即就在第八色的種子庫裡, 看看有沒有記憶。 這裏就是和第八色的種子庫裡有關係。 既然有關係之後, 它有些什麼思維, 有什麼熟習, 又再下去印象, 成為性格, 成為知識, 成為熟習, 成為氣質。 這裏就是又查了印象, 又可以下印象。 這裏就是第六色和第八色, 最重要的。 現在這裏就是第六色, 又和第七色的印象。 好像說, 你查了這個印象之後, 有了這個記憶, 經過第七色, 我的審查, 然後就起這個心象。 所以第六色和第七色也很有關係。 這個圖表就讓你們看到, 這個第六色和五色的關係。 第六色和五色的關係是什麼呢? 和第七色, 要查完印象學到事, 思維一下東西, 又落下印象在總指腐裏 成為一個帳時, 知识及记忆及种种的气质、性格都存在。 帝路意识何以有起心象呢? 因为它是要经过我的审查,然后自起心象。 信我者,如意者,喜、乐、哀,不顺我意者,怒、哀和厌惡及恐惧都是因为经过第七式我的审查而有的。 故似第六式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我们作业和作业都是由这个第六意识来做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讲第六意识有什么时间可以不现行的呢? 下一次就讲了,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看看你们有些什么不明白的,要问的,你们就可以来到这里问了。 你们不要以为问就是不好的,你看看那些经,那些经,问佛的人,多数是大菩萨问的。 那些经,那些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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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菩薩、普賢菩薩等問 所以你們不怕問的 不要以為問了 不知道好不好、好不好意思 不用怕的 你們想問的就儘管問 如果你們不問 我就繼續說 有些什麼特別的你想我說 我也可以告訴你們 沒人問了 沒人問我 還有11分的時間 我又再說下去了 第六意識 剛才我說的第六意識 就是自己能夠思慮 又通來又通外 這樣它不需要很多助緣 它都會是燃起的 所以第六意識 不願行的時候是少 燃起的時間是多 你有哪一種的情況之下 這個意識是不起的呢 這個就是在有五種的情況之下 這個意識就不會起的 第一 生無上天 就是你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時時都起的 就是 這個意識 你說有哪個時候 沒有起意識 睡著覺都會發夢 在定的時候 你以為 我現在是要收心 不用 你都要用這個心 來去去 貫賞這個定 就是集中精神 沒有事說不起的 唯有有五種的情況之下 就會起的 就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生無上天 什麼叫生無上天 第二 就是收無上定 第三 就是收滅盡定 第四 睡得很軟 沒有夢法的時候 第五 就是極重昏迷 就是 是被人 打了麻醉針 或者自己 失了知覺 這五種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生起的 這個生無上天 這個無上天 就是外道天 我們現在 看看什麼叫做無上天 什麼叫做無上定 什麼叫做無上定 無上天 就是色界第四層天 第四定類 色界有四禪天 四禪天 就是 第一禪天 就是 離生 喜樂 第二 定生 喜樂 第三 就是 離喜 妙樂 第四 就是 社念 清淨 他現在 這個無上天 雖然是外道天 但是 他也是在 這個世界 第四 正類 那裏 這裏 你不要以為 是外道天 就不好 他要收很久 這個無上定 然後 才得到 上這個 無上天 所以 為何 叫他 做 這個 外道 因為 他 整天 都是 不要有 這個意識 所以 他叫做 無上 他入 這個無上定 就收 這個意識 在這個 無上天 裏面 就沒有 這個意識 到此 但是 他如果 將 在這個 無上天 命中 的時候 他要 重新意識 然後 至命中 為何 他 說 他是 外道天 那麼 收 這個 無上定 就在 欲戒 那裏 現在 我們 人 都可以 在人天中 都可以 收 這個 無上定 這樣 是由 外道教 引起 而生 這個 世界第四淨類 是屬於 有流 有流 即 不是 無上 而是 有所 有所 希望 是 有上 非 盛 為何 他又 能夠 生天 外道 又能夠 生天 外道 都可以 生天 外道 雖然 是 外道 但是 他都可以 生如上 不過 出三界 為何 不出三界 因為 他有上 有所求 仍然 仍然 有我 不是 性 度 所涉 他是 修正行的人 他是 修 的 這個 無想定 亦 有三品 三品 第一 就是 下品 下品 就是 收收下 他會退心 退心 之後 他不會還 出 不會還 再回來 再收 他生 天 裏 不是 很光 亦 不是 很清淨 有什麼 可以 叛徒 又 中擾 就是 下品 收 無想定 雖然 能夠 生到 無想天 但是 他可能 是退 退了 不可以 蓄 而還 回 他生的天 不光 不靜 又 中擾 中擾 半徒 便會墮 中品 他不一定 會退 如果 退了 他也可以 還 還原 他生的天 挺 乾淨 但是 不一定 是 中擾 可能 他會 一直到尾 他不一定 中擾 但是 可能 有中擾 上品 必不退 所以 不需要 有還原 一定 不退 深 生的天 也是很 光靜 一定 沒有中擾 所以 這就是 無想定 那種 情況 如果你 收 無想定 你 就會 生 無想天 所以 雖然 是 外道 上次 也有 說過 外道 外教 他都會 生天 為何 我們佛教 說他是 外教 為何 說他是 不究竟 他生天 是有 私心 是有 我心 例如 為何 叫做 有流 有流 即是 有缺點 例如 我們 做人 收善 為何 我們 收善 有些 叫做 有流善 有些 叫做 無流善 譬如 同事 一個人 想報師 那他報師 他所求的 什麼 我報師 最重要 寫我的名字出來 大致 寫得高 是 某人 捐助 多少錢 是 什麼 求名 或者 他說 我報師 我是求我得福 我希望有福 我完之後 才報師 這種報師的福德 是我想的 不是人家的 有這個我相 這些 就叫做 有流 為何 是從自私心出發的 是從我相來出發的 所以叫做有流 為何 佛教 就是 我們行善 最好 就是無流 亦無相 如果無相 就是 我做事 我認為 應該做的 我 譬如 道總生 救濟總生 我認為 是我的慈悲心 是推動 我是可憐別人 我是能夠寫我自己的財富 分享我那些福德給別人 這些 無我相 亦都無法相 這些叫做無流 即是沒有缺點 你們要知道 佛教廷就說 大家想生天 為何有些生天 又會頑度 他有這個我側 有這個我見 有這個有相 他有這個我側 有相 他響完福 他福盡 便頑度 佛教經常說 這些有我相 和有所求的 是有福 可以生天 不過 他仍然都會頑度 故此 你很早時看到 有些人說 他這個是無流的聖者 即是說他修無相 這些是有流線 這些不是純粹的功德 今天 不過有時間證 我就略略說一下 下次我再重複再說 今天是說到這裡